一旦我们接受了骨折医疗之后 我们都希望这个骨折能够加速愈合 后面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要分享给大家 第一个 在心理上 任何一个骨折 俗燕说的伤筋动骨难过一百天 其实在心理上 你要能够接纳这个骨折的愈合 需要的是时间 所以适当地改变你的生活模式 不要再太快地放拐杖 适当地保护自己 给自己三个月的时间 这是一定要的 第二个 在生活上要做一些改变 无论如何不要抽烟 喝酒 熬夜 因为这是医疗上证实会影响骨折 愈合的三大坏人 那在食谷方面 我们尽可能采取自然饮食 从食物中去摄取该有的钙质 只有在一些老人家 因为他可能从食物摄取 没有办法吸收的这么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补充一些钙片 来增加它钙质的吸收 但是就算你吃了钙片 你还是要拥有适当的运动 以及适当的晒太阳 这样才能让钙质转化成为骨质 第三点 在这个护原的过程当中 除了家属还有亲朋好友 可能都会热心的介绍一大堆的 这个食品药品 号称能够加速骨头的愈合 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标示不清 或来路不明的这些药材 说不定都没有达到这个 加速骨头愈合的这个效果 但是这些药品常常都非常的昂贵 所以大家在选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 而且多问一些了解的人 不要当了院大头花了很多钱 却达不到该有的医疗效果